這個故事裡面 我特別記三個故事 第一個 有沒有鬼神 老法師也常提一個故事 就是朱金舟老菩薩的故事 他以前在重慶當官的時候 他當財政廳長 那時候他也沒有騙公駕車 因為那是大學畢業 跟朋友就喜歡打麻將 消遣消遣 那時候他還沒寫佛 那麼有一天麻將打得太晚了 打得太晚以後他就回家 回家用走路的 走路的時候 路上的燈光很暗 有一點微微的燈光 他就邊走邊走 那時候因為太晚了 他也沒去注意 有一點疲倦 他就發現有一個女的走在他前面 可是他並沒有注意看 他只是這樣繼續走 就走到一半突然想 這麼晚了 怎麼會有人走在我前面 而且是個女的 一看 他怎麼沒有腳 兩個腳都沒有 他嚇了以後 等到他發現的時候 那個女的不見了 他到台灣來講這個故事 給老法師聽了 他說從那時候開始 他就相信鬼神真的存在 然後他後來的解釋是說 那個女的鬼一定是關心菩薩化現的 為什麼 要來度她 要來度她 就是鬼神是存在的 那第六個呢